那就是KaiLife没有人看我 嗨朋友,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大家好,我叫Sam爷 我的专业是透过幽默风水方式 用你更容易明白房地产知识 才能达到更精进的投资方案 在这个Live Video 你将会学到五个方式 轻轻松松地暴增你的Live收市率 第一,就是Grab Attention 你连别人想按进去的欲望都勾不到出来 怎样提升你的收市率呢? 怎样Grab Attention呢? 在你的Live的稳案那里 你的文案必须要爆 简短 幼力 例如,你可以几个字 大件事 大件事 Footstop 看直播送现金 看完这个直播 你的生意会少做很多烟网路 你千万不要这样写你的文案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Sam 我是一名房地产顾问 那今天这个Live Video的目的呢 是主要讲 Freehold vsListhold的分别了 Listhold是什么 诶,别人想知道你是谁 第二个 Retention 大实Grab Attention一点都不难的 难是难在 Retention 到底什么是Retention呢? Retention就是 给别人一个理由 为什么他要守住看你的Live Video 到你要如何留住你的观众呢? 在你的Live Video 开始没多久 你就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们要留守在这个Live Video 你可以说什么呢?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Live Video里面 大家是可以学到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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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继续留守这个Live Channel 原来呢 在这个影片Live Video的最后呢 我有礼物送 每个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 大哥 真的的,你相信我 每个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 他听到 咦?看到最后有东西送吗? 那我看下去了 OK? 千万不要一开始你就 OK 现在你的朋友都差不多有了 OK? So Mixed Development是一个 OK 第三个Tips呢 就是Uniqueness 独特之处 大哥 你以为Live Video content 是最重要呢?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朋友们 现在的人 看这个Live Video 都是闷闷的 想找一下东西 click一下click一下 这样按进去 我不管今天你的content 是多么吸引 多么attractive 多么benefit 不过人家看入 两秒而已 他就删掉了 因为你的Style 千篇一律 与其他人做Live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分别 别人不想看了 如果你觉得我说错 我给你看一下 睡觉都比你多 我们说到口水都干了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因为这个是残酷的现实 如果你一味 Focus在你的content那里 你相信我 你的Live的收视率 一定会进步 OK? Focus on你的Uniqueness 你的独特之处 第四个Tips 就是Emotional 你喜不喜欢看 Robot的Talk Show呢? 大家好 我是Sam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什么是Mix Development 什么是Freehold 什么是List 来看这视频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你会分享出去吗? 拜托啦 放些感情进去 做什么Aidan V 做什么Sunny Coco 这么多人view呢? 要 Sunny Coco派钱了嘛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是因为Emotion 因为他们的演讲方面 是充满了Emotion 如果你开Live 是完全没有交流 没有被Emotion 一美讲Facts 一美讲你的content 是没有人愿意留手 在你的Live Channel 你相信我 你可以怎么做呢? 嘿嘿嘿 所以第四个Tips 听有吗? Hello 五个Tips 最后一个Tips 就是灯光了 没错 你没听错 灯光 千万不要在暗的地方开直播啦 人类是个视觉的动物 谁会喜欢看些羊羊羞衰衰的东西 说多一个残酷的现实给你 你以为羊不重要? 听错啦 羊羞是非常之重要的 朋友们 如果你帥仔 你帥女 你开直播一定比较多view 所以呢 你又羊 你又敢敢show 不用害臭 敢敢show出来 你的直播一定比较多view 因为你帥仔 你帥女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 不够帥仔 不够帥女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些什么呢? 你就要增强你其他的技能了 怎么说 第一 你可以增加你的口才 第二个 就是灯光 所以 如果灯光这样打下去 个人白点 这样是精神一点 那别人就看得爽一点 对不对? 尽量把你最好的样子 show给别人看 OK? 因为望络的世界是现实的 你千万不要说 哎哟 我也是这样 自然 自然 那你叫view都自然自然自然 刚才说五个提示 grab attention retention retention uniqueness emotion 灯光 以上大家学到的东西 千万不要分享给别人看的 知道吗? 然后个个人都有这个tips 个个都会学 个个都用这招 那爬你头怎么算好? 我做这个video做得好辛苦的 帮忙忙帮我分享出去 让我骗一下subscriber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你们可以点赞 留言 分享 还有 订阅 并且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了 朋友们 拜拜